我是赵建华 我在维克多公司是全球技术顾问 跟维克多公司合作在十年左右 我是陈斌 我是维克多国际创建师 我为维克多公司已经服务十八年了 我是郑兴旺 我在胜利公司已经有三十几年了 我叫刘强林 文刀刘强庄的强 林静的林 我在羽毛球制造业已经工作了46年 我叫熊国胜 然后在胜利是担任主任设计师 主要负责的是球鞋类的 我是产麻处协理黄建峰 我目前在公司服务十年 我是刘宗翰 我在胜利公司从2009年6月到现在 已经超过七年 我现在在胜利公司担任 是前占技术研发部的经理 在经过沟通的中间 在itations 中间 到现在的相机 是不是负责? 你能不听不懂得 我们在厉害 所以我们在厉害 khi有个人的生子 有所谓的 Bei 跟调整修改之后 然后我们好不容易把鞋子生产出来 最后让那些专业的球员可以穿 那我认为这对我来讲 就是一个胜利 其实我们就是想把最优良的服务 最专业的服务 带给每一个消费者和每一个运动员 那这就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心愿 所以现在我们也开始有那个多 也开始沉浸的那个穿业式行愿 那就是把更多的更专业的服务 推向社会 让每个消费者都能充分地去享受到 运动员的一些待遇 长期的一些训练的状况之下 我会导致说它的那个左右脚的大小也不一样 那么在它的那个长宽的部分 也会非常的不一样 胜利公司我们非常的关心选手的一个状况 邀请他们到我们台湾这边来 然后透过那个3D实际的一些扫描 再从它的这个脚型去做成那个炫头 然后去做完全来符合那个选手脚型的一个鞋子 我们该做的东西把它做到最好的 是做到无缺点 这个东西拿到消费者上面 要贴上我们保证站 这是表示代表公司处理是好的品质 就我们维克多这个品牌 这几年的发展是速度是很快很快的 那么不仅仅是在羽球上面 就是其实我们是羽毛球系列上面 从十多年前我也用过 到现在 其实越来越好 这说明怎么就是它不断地在砖研 一个球拍从无到有的一个过程当中 其实最重要的是 你必须要赋予这个球拍一个生命 或者是一个灵魂 那其实以我们研发工作来讲 我们会把球拍看待是我们的一个孩子 比如说拍面积 然后拍面的形状 甚至是田区的大小 它的涂装 甚至它整体的平衡点 然后以及整体的重量 都是我们在一开始有这个idea的时候 我们要先去想说 我们要给这支球拍是比较什么样的一个个性 不单单只是就是把工作和人情分得很开 它也把它融入在一起 让我们对待这个品牌有种加的感觉 然后就能全身心地去投入吧 建立起彼此一种不可分割的一种关系 我觉得这样蛮好的 维克多公司常说的 胜利在握 所以我觉得 这个产品会让更多人的人喜欢 更新的技术 更好的材料 我希望维克多公司能成为世界第一品牌 维克多会更努力 让更多人喜欢上羽球运动 让我们所有的消费者都是使用我们胜利的品牌 当讲到羽球 那胜利这个牌子的知名度 或者是我们的产品的功能性能 这部分都可以变成是打羽球的人的第一个选择 我们希望胜利公司事实上是陪着消费者 以及陪着选手一同成长 然后一同努力 然后甚至是一起共享冠军的荣耀 成为世界上能够让大家认可的一个品牌 感谢观看